今天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也就是事隔79年 以前曾經侵華的日軍731部隊 大家都有印象吧 就是在哈爾濱這邊 有一個731罪證館 他是特別回到了這邊 說是要來謝罪 他這一趟的行程 我們看到這一位 這叫做清水英男 他是現年已經94歲了 他原本是731部隊裡面的少年兵 他當時他其實後來有 等於說透露出來他的身份 本來他們的一些相關的證物 是不能夠帶回到日本去 但是他跟他的 等於說有人 就是同樣是731部隊裡頭的人 他們帶回了一些 證明他們身份的一些這種證物 然後後來在日本那邊 有表現出來說 我們展現出我們的確曾經有待過731部隊 而且他那時候覺得真的是慘絕人寰 因為他說他有去到那樣的一個標本市裡面 看到非常慘的畫面 也就是因而被活生生的剖開來 他說他這一輩子都忘不了那些畫面 所以他覺得哪怕日本的官方不承認這件事情 他都要以他個人的身份也好 要重新回到中國大陸去 他說他也不怕中國大陸對他可能有怒火 會有很多民眾的不諒解 他說因為他這樣的一個身份的表露出來 而且他表示說這是日本做錯的事情 其實在日本政界已經很多人希望他死了 他甚至有講這一番話 所以他今天回到了中國大陸這件事情 也特別被中國大陸的一些官媒大篇幅的報導 那我們來看看他其實 現在日本的前將官 他現在重新回到了中國大陸 另外我們還看到華爾街日報有講說 日本的前將官出任禁國神聖的公司 現在也引發了中國大陸的一些批評 跟一些國內的爭議 其實這對於日本跟中國來說的一些人 他們覺得可能日本保守派 反而是受到一些鼓舞 那這樣的非常具有爭議的這個禁國神聖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挑動中日雙方的一個敏感神經 那的確呢 這個中日的關係也跟美國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隨著美國大選接近 美日韓現在安全合作可能受到了一些考驗 華盛頓的一些專家就在講說 最近升級的美日韓安全合作 持久性的看法現在存在一些爭議 尤其是如果川普重新站回了這個美國總統的大位的話 那恐怕對於這個 因為他過去對於美國聯盟是保持一個批評的態度 所以這樣美日韓可能這樣的一個安全合作的一個盟友方式 可能會獲得就會變成比較瓦解啦 要重新再開始了 那另外我們來對比一下喔 川普真的回得來嗎 因為現在川普的整體的民調 感覺上面好像陸續在落後賀錦麗喔 今天另外一個大件事就是 馬斯克專訪了川普 而且在他們的訪問過程裡面喔 還被網攻喔 就一度有一些技術問題 所以有很多的用戶是沒有辦法聆聽直播的 後來延後了40分鐘才開始 馬斯克講說這是因為遭受到了網路攻擊 那怎麼樣讓他的身世重回一個高峰呢 現在川普想出來的方法就是 要重回他7月13號遭到這個槍擊暗殺 並且生還的這個地方 唤起大家對於他這個 好像這個勇敢不怕這樣子的一個暗殺 展現出來一個美國自信 希望能夠唤起大家對於他這樣的一個印象喔 那川普也同意現在重返了X再來發文 感覺上面馬斯克成了贏家喔 但是人家講說欸小心喔 這個川普可能是一個兩面刃啦 雖然聲量很高 但是會不會引起一個討厭川普的情緒 讓很多的用戶因此流失 也會造成他們的股價走跌喔 因為現在目前川普他自己的社群平台 其實他們的股價也是一直在往下跌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我們來看看美國呢 其實雖然官方一直不論是誰上來 都是好像在跟中國大陸對抗喔 可是呢民間卻是對於中國大陸是非常的依賴 首先先來看一下 現在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克服來自盟國和科技行業的一些反對意見 準備要擴大來緩解中國製造最先進半導體能力的一些限制措施喔 那就是等於說要圍堵的更加嚴格啦 那如果換成了川普回到了白宮的話 現在目前美國的媒體預估喔 恐怕會影響到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可能要猛降1.4個百分點 講得好像川普很威喔 他說川普就是中國最大的惡夢啊 真是如此嗎 其實在中美貿易戰之後 反倒中國是越打越強喔 那你越是限制我 我越是自己來生產嘛 所以其實這個預估恐怕也是有一點偏樂觀 那再來看到美國媒體也提到了 現在還有很多的美國代表團喔 你們官方在限制 但是代表團喔 一些民間的企業卻是趕緊去訪問中國大陸 為著接下來的一個中國大陸的市場佈局喔 那最後我們來看看這個馬凱碩提的 他說不論是誰當選美國總統 其實中美關係都會變得更糟 那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他認為中國的文明至少還會再繁榮個100年 好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崔將軍怎麼看 首先我們講這個植木部隊 這個371它的日本文字叫做植木 他根本不把人當人的 那個裡面大陸很多受罪以後的難民出來講 你簡直很難想像 他把活人放在冰天雪地去凍 看你多久凍死 拿了去油燒 看你皮膚燒了多少才會死 拿了各式各樣很殘忍的手段 去把人的極限他在那裡做試驗 所以你說嬰兒被解剖 一點都不奇怪 而且他們還研究生物作戰 毒氣作戰 病菌作戰 所以為什麼中日戰爭打完了 這些人沒有受到紐倫堡大損 受到日本東京大損 因為這些科學家都被接到美國去了 你們知道 美國一直罵人家武漢肺炎 其實這個病原菌 這個植物部隊的首腦跟在德國搶來的這些生理學家 在美國的這個CIA裡面主持的一個第四級的一個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生化實驗室跟別的生化實驗室有所區別 他們專門做這個極端的生物戰劑 這個化學戰劑跟這個病毒 所以他那個時候在 Montley他那個當地的報紙已經洩露 他那個外洩以後造成養老院很多人得白肺病 白肺病就是我們講的COVID-19 就是那個肺部 所以這個植物部隊是非常最大的 這個人肯去到那邊去懺悔 我覺得很了不起 日本當然不願意這個很髒的歷史被掀出來 但是遲早你是要讓世界上知道 日本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民族 你看它是極端的有理 也極端的殘暴 這就是他們的民族本性 另外這個所謂這個靖國神社 我進去看過 裡面供奉的真的就是 像他這個以前的戰犯裡面 這個戰將 包含鋼村林寺 每個人都有他一個專櫃 包含他的軍服 他的軍刀 那麼在這個靖國神社 是日本的極右派 他有十幾部宣傳車就停在附近 他每次出來宣傳的就是日本要修憲 日本要變成一個正常國家 那麼以前大家都看過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叫三島游季夫 他也就是極右派裡面 因為恨日本恨鐵不成鋼自殺的 所以這個日本這個民族 只要讓他喘息過來 他絕對是一個向外擴張的一個民族 當年他看到中國唐朝強盛到處去學 德國強盛跟德國去學 但是學會了強他就開始欺凌弱者 像明朝弱的時候 他倭寇搞了一百多年 一兩百年 所以這個民族 跟你他現在所表現的一看就很明白了 好 我們來問一下賴老師 七三一部隊在東北所干的事 只有禽獸才會做這種事 對 殘缺人寰 只有魔鬼 撒旦 這種才會做這種事 那很明顯的 日本的七三一部隊的這些軍人 這些人就是禽獸 比禽獸還不如 比撒旦 比魔鬼還可惡 但是更可惡的地方是在於 他們想要試圖掩蓋真相 他們一直拒絕承認 有這支部隊存在 但是事實上還是有一些人 他內心裡面忐忑不安 那麼也已經快要 臨近生命的終了 他覺得他再不贖罪 他再不去認錯 他再不把這些事實公諸一室 他這一生 他的後代將永無寧日 因為他們知道 他跟他的同事 跟那時候的日本軍在中國 他們做了什麼事 那我們看到了他到中國來 他主要的就是要透過 這個行動告訴全世界 日本人幹了見不得人的事 而一直在掩蓋 其實更可怕 更可惡的 其實不只是日本 還有一個國家叫美國 美國掌控了很多 七三一部隊的資料 所以美國才會用交換 他們免於刑期 免於被軍事審判 然後把他們的這些資料 送到美國來 奠定美國深化的一個基礎 美國的很多的化妝品 很多的保養品的發展 很多的制藥的發展 都跟這一份資料是有關係的 而美國到今天為止 沒有還給中國人一個交代 也就是說 美國沒有把這些資料公足於事 讓全世界知道 日本有七三一部隊 日本他們一直不停的 在掩蓋他們的歷史 但是這個歷史掩蓋不了 美國人也看不下去 但是美國人沒有這樣做 這個國家坦白說 表面上每天滿嘴人意道德 但是實質上干的事都見不得人 真的是一個最不應該的事情 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公立主義 也完全不考慮整個世界 而且它還是基督教的國家 他們還是 而且他們的政客都要上教堂 都是基督徒 我也是基督徒 你都不看舊約 以牙還牙 不是 但是我們相信正義 我們相信真理 我們相信仁慈 我們相信公道 我們相信慈愛 但是我覺得 我們看到美國政客上教會 但是在幹的事 卻都這麼的誤會骯髒 也就是說 到教會難道去贖罪嗎 然後他本身是傻蛋嗎 坦白說這些政客 有時候我看的真的是厭惡到極點 好 請教閻老師 我來談一下川普 確實他的民調是開始有點落後了 剛好現在 馬上又有八月份下星期 有民主黨的黨代表大會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趨勢繼續 然後到了黨代表大會 通常辦完黨代表大會之後 賀錦麗的民調會再往上面 再翻一翻 如果翻完之後 就要開始進入到九月份 我們講的美國的 九月份的第一個禮拜一 所謂的勞工節的週末 完了之後 那就是美國大選的開始 如果在這段時間 都沒有辦法有特別的改善 然後到了九月十號的辯論 也沒辦法壓倒賀錦麗 我覺得川普麻煩滿大的 至於說他為什麼忽然 又跟馬斯克搞在一起 對不起 你馬斯克搞電動車 美國人不是說不喜歡 但是一旦搞了電動車 就是第一個美國傳統的製造業 汽車的製造業 其實你川普不是要把 這些工人的工作找回來嗎 你馬斯克其實是拿掉 他們的傳統汽油的這種 汽車的製造業 然後再加上 如果今天你用電動車 就表示你的石油需要不多 川普是鼓勵開油的 就繼續要讓美國這些油礦 頁岩油這些的開採等等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為什麼川普 川普其實馬斯克 如果大家看他談話 跟年輕的川普是一樣的 這兩個人真的是周圍相同 我覺得 所以兩個人現在弄在一起 我覺得互相利用一下 你幫我抓抓背 我幫你抓抓背 大概完了之後 我想大概也不會有怎麼樣 可是確實川普現在 我認為他面臨的危機比較大 那再加上如果今天他講的一些話 他是 我覺得美國有一個記者講的最好 當年老羅斯福 這個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 他成為總統之後 他的名言是什麼 他說我是輕聲細語拿了一個大棒 就美國的外交政策 說我拿一個大棒 Speak softly but carry a big stick 他說川普是 Speak loudly but carry a trick 拿一個小數字 所以你不要聽川普 那邊大言不纏那邊罵 結果看拿出來 這是一隻小數字 不是一隻大棒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以為 特別我們在台灣 因為川普的話講得很難聽 可能會對中國講一些難聽的話 可是真正到最後他 如果選上總統 我不覺得對我們會有什麼 有利的地方 不過還好就是說 至少他的幕僚有一些 雖然我也不喜歡那些幕僚 可是那些幕僚是非常頂台灣 那我不知道他們能夠影響 川普多少 因為包括共和黨的議員也好 他的幕僚也好 對碰到川普全部變成政治侏儒了 因為共和黨就是川普黨 那沒有人敢反對他 可是賀錦麗我覺得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賀錦麗並沒有這麼 控制民主黨 那如果他今天對台灣 有些什麼比較負面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作詞文字幕提供 泰瑞 blues 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